太平洋岛国帕劳今年在联合国大会上,是发言力挺台湾的12个邦交国之一,帕劳总统对双方邦交态度坚定。 但帕劳总议愿意长发比诺阿纳斯塔·西奥却放眼睛激利益,认为帕劳应该转向中国大陆,可能不到两年间,帕劳就会与中国大陆建交。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10月6日报道,帕劳总议长阿纳斯塔·西奥曾于1999年代表帕劳,与台湾前外市主管部门负责人成建人,签署所谓建交公报,并曾多次保台。 近日20年后,阿纳斯塔·西奥指出,他支持更多中国大陆游客来到帕劳,并支持开通更多香港、澳门和中国大陆的航班,当被问及是否有可能与中国大陆建交时,他说,一切皆有可能,可能不要等两年时间。 据报道,帕劳太平洋航空,在八月停飞香港与帕劳的直航,工资上半年已亏损约五百万美元,这才决定终止航线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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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